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深陷财务困境的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 在周二中秋节致全体员工信中说 公司当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但恒大一定能尽快走出至暗时刻 说市场对恒大危机仍人人自危 而隔夜美股又出现大跌 亚洲市场感到紧张不安 许家印说恒大一定能够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 一定能够实现保交楼的重大目标 要向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 而在周四恒大将面临债券到期复息 如果不能在三十天内完成那么债券将面临违约 目前公司有三千零五十亿美元负债 而恒大股价继续大幅波动 盘中一度反弹百分之三点五 最多下跌百分之七 截至周一收盘 该行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而有关于恒大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媒体以及投资银行的关注 花旗报告表示恒大危机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版的雷曼时刻 并表示中国决策城可能坚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为化解债务风险争取时间 认为内地监管当局或许会买时间来消化恒大的坏账问题 恒大将变现优质资产物色战略投资者 比如国企寻求债务重组 让损失有整个系统分担 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可能要削减部分本金 许家印表示我坚信恒大人永不服输越挫越强 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支援 而荷兰国际集团在周二公告则表示 现在恒大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足够资金完成再见的住宅项目 这意味着公司不能通过出售物业来套现承债 而该行预计中央就恒大重组小组会协助恒大至少获得一些资金 但是公司可能必须出售部分股权于第三方比如国企使得恒大可以继续运营 而至于分拆非核心业务可能会首先进行 恒大到底如何走出困境让人关注 标普全球评级在周二表示 预计中国政府不会直接向恒大提供任何直接支持 并表示恒大的负面影响应是可控的 标普全球今年将江西内防股新利控股评级调降至CCC加 原因是公司为就一项明确的还款计划进行交流 而新利控股周一午盘接近收拾时停牌 停牌前跳水时暴跌百分之八十七 同时恒大的问题也引起了白宫的注意 对恒大集团可能违约的担忧 也加剧了全球股票抛售 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上涨 周一恒大在香港股票下跌百分之十三 也有分析者认为美国投资者周一抛售股票 也有美国国内方面的原因 担心周二开始为期两天的美联储会议会发出信号 准备开始取消刺激有关措施 与此同时国会在是否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仍然陷入僵局 白宫发言人萨奇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 淡化了白宫对于恒大的担忧 表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 其绝大多数活动都集中在中国 但是萨奇表示 我们也一直在跟踪全球市场 包括评估美国经济面临的任何风险 随时准备必要时做出适当反应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法国近期所发布的一份报告 位于巴黎的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 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发布了一份报告 里面讲了中国共产党对外统战和发挥影响力的具体战略 作者查隆以及维尔默表示 在中国党国军和公司都是围绕着三个目标所进行的 所谓的三战是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而在福建福州有一个三一一基地 就是进行三战的总部 报告说几十万中国公民或外国同行者将被长期动员 参与北京指挥的三战 目的第一是为了塑造加强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 所谓的舆论战 第二是劝阻甚至恐吓敌人 也就是心力战 最后中国也将司法用作一种战争武器 用法律战来打激活制裁被视为敌对的个人或者是国家 作者表示北京部署所有的新旧媒体 并通过服务全球六千万中国侨民而达到动员目的 中国的外交精英占据联合国机构的高级职位 现有四个制定标准专门机构主管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而国际民航组织梁龙组织 公发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更是中国之天下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有这样多的责任和职位 报告还表示 三一一基地是现在暂时确定在指挥扩大中国影响的基地 其他的作战指挥中心也在建设之中 同时报告表示三一一基地对外是商业公司 包括华裔广播海峡之声海风出版社等 并说这些内容工厂在二零一八年的资金投入达到六千一百万欧元 两位作者还表示 中国之所以建立所谓的五毛大军 就是通过娱乐公众和宣传中国来反击批评者 五毛大军之中有二百万是全职 二百万是兼职工作 工作包括用亲北京的信息淹没社交媒体 甚至其中有人被外叛去马来西亚 而报酬从十二点六欧元到一百二十六欧元不等 负责生产各种内容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华为任正非有关的消息 根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九月二十日 在广东深圳调研华为 表示坚定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而根据央视画面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旁陪同 而华为此前向媒体公开了 任正非在华为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的讲话 任正非表示 华为被美国打压的两年仍以资源政策从来没有变过 工资奖金发放一切正常 并强调华为从两年前在混乱惊恐中反应过来 形成了今天的阵列 任正非当时还说这两年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 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产品 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 大大改善了盈利能力 当时任正非表示 华为仍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想冲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 因此华为要敞开胸怀 解放思想 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大选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所领导的自由党 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但是未能获得多数席位 截止加拿大东部时间当地加拿大联邦大选机票结果显示 自由党也获得一百五十六个席位 保守党一百二十一席 新兵党二十七席 魁贝克党团三十二席 绿党两席 自由党将继续组建少数政府 特鲁多仍将担任总理 但是由于自由党获得席位为国办数 将联合其他党组成少数党政府 根据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特鲁多没有赢得足够席位 来避免依靠其他政党帮助通过立法 但是但是特鲁多将领导一个稳定的少数政府 没有被推翻的威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伯索纳诺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由于纽约开始执行新规 任何人都必须出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证明 才可以在室内用餐 巴西总统上传了伯索纳罗 在路边和其他访团官员一起吃披萨的照片 文字著名纽约豪华晚宴 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说他这是简朴 即使在路边吃披萨也不改其乐 但是巴西专栏作家阿兹维多写道 纽约正在实施疫苗证明规定 说博索纳罗喜欢故作谦虚 这并不是口味的问题 纽约市政府致信大会主席 强调尽管联合国大会会场迎来各国首脑 但是在会议中心 所有出席代表都必须接种疫苗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